1月26日据台媒报道,向华强和儿子向左来台申请一亲拘留,不料被相关单位查出有安底,能否取得拘留发生变数。 据悉,向华强在一千专案被注明新义安老大,父亲向前是新义安创办人,加上新义安和竹联邦友往来,过去想来台参加金马奖,曾多次被拒绝入境。 她的哥哥向华波1972年因设港台走私贩毒案,被台北地检署提起公诉收押,向华强当时也因为涉嫌非法买卖外币被起诉。 此前向太发文表示,向左是香港身份,因为疫情也拿不到台湾签证,9月初因为工作才能到达台北,郭碧婷向左终于可以在台北领结婚证了。 10月1号小奶黄出生了,我们两老也在9月初来了台北,朋友们起哄下40年后也拿了台北结婚证。 那就两个台湾女婿办个一亲居留证呗,要不然两个男的回香港就来不了台北了。